云林水林除了大家熟悉的地瓜及他工厂之外 很少人知道其实云林水林也是药草的故乡 下面的这则新闻我们来带您看到 一位长期经营药草的李仁林先生 先是培育各种的药草 再因地制宜转移到别墅种植 超过400公顷的园区 种植了白鹤林芝、薄荷等数十种种药草 现在甚至还增加了棉花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白鹤丝在园里面时 这样的画面几乎在云林水林李荣林的药草园里 天天都看得到 和附近在水林 已种了一家子药草的李荣林 和已称得上是台湾的药草大王 中南部到处都有他的药草园区 种植面积超过400公顷 这种就是我们本土的这种薄荷 这种来说就是它没有什么香气 但是它的精油成分含有料特别高 一般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做的利药草 和不要小看神药草 这个简单的动作都是日积月累下来的功夫 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 总是要把我们把鸟极 和鸟筋鸟 相对性也有材料 菌饮料 它所拍的密度 跟它的颜色色的上会比较新 就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李荣林不只研究药草 最近还成功摘种了棉花 因为棉花只需要排水良好就行了 一年可连摘八个月 花费大笔资金 盖了房镇 房潮 壁城 高规格的厂区 一条龙的生产管理 每天24小时 大量生产各种药草真空包 供应 海内外市场 纯真不是又敢充的个性 也许下回再见 李荣林又有新的创举 新唐亚太电视陈廷兄 廖立芬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